大家好,我是豆妈 今天和大家分享凤梨酱的做法 比例步骤超详细 这个凤梨去掉皮,净果肉是1500克 把边边的果肉和中间的硬心部分分开 果肉切成小颗粒状 硬心切成小块 把果肉放入沙布中挤出果汁 硬心放入榨汁机中 加凤梨汁打成果泥 倒入锅中 放入120克的黄冰糖 煮到果汁变浓稠 还剩原来果汁的1分之1时 倒入凤梨果肉 放入100克麦芽糖 挤入柠檬汁 两个凤梨我用了半个柠檬汁 柠檬汁是纯天然的杀菌防腐剂 可延长保存时间 而且还可以增加果香 炒线时一定要有耐心 不停翻炒防止糊锅底 炒到颜色变深 成琥珀色能抱成团 凤梨馅就做好了 盛出来放凉后 软硬度刚刚好 特别好塑形 颜色晶莹剔透 有浓浓的果香 这个凤梨馅可以做凤梨酥 月饼夹心甜点 我用它做了青团 味道好极了 一次用不完 可以放冰箱冷藏 冷冻的时间会更久哦 好 好